您的番茄地瓜濃湯来了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 无肤脂饮食迅速崛起 吸引了许多健康爱好者的青睐 内维艺术中心里的一间蔬食餐厅 以新鲜蔬果和美味汤品 搭配烤得香脆的无肤脂米吐司 满足顾客对健康和美味的需求 我们有一个品牌叫做e-me 那它是一个全米骨粉 做成的无肤脂米吐司 那这是我们第一家实体店面 是希望可以让客人吃到 好吃优质无肤脂低过敏源的 米吐司产品 怎么要去呈现这个米吐司 让它搭起来很好吃呢 于是我们就想到说 用一碗汤 然后跟蔬食沙拉 然后跟一份吐司这样子的组合 其实是让大家吃起来 是最没有负担 最舒服的一个套餐模式 我们就开始研发了 菜单上可以看到的 八款蔬食汤品 那又是在内维艺术中心 这一个地方 我想要打造一个非常轻食 然后符合这个环境的一个早午餐店 可以给我们带来健康 然后所提供的蔬食都是无肤脂 然后非常的新鲜食材 希望用一碗汤开启美好的一天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去开启SOL UP这个店这样 主理人表示这里原先预计打造成 网美打卡餐厅 因为交通便利加上无障碍的友善空间 扩大了来电光顾的族群 加上清爽养生的健康口味 因此深受长辈们的喜爱 成为他们休闲用餐的好去处 我们从轻轨一路下到内围艺术中心站 然后经过整个内围艺术中心到我们SOL UP 在最北边的一个据点 这样子一路过来都是非常便利的无障碍空间 那我们的桌椅的高度呢 刚刚好跟轮椅的高度是一样的 就是可以非常轻松的直接坐轮椅 就可以到我们餐厅用餐 主要的客群呢除了妈妈之外 还有很多的退休长者 那退休长者呢 他们对于这样的餐点其实接受度很高 因为现在可能现在人类大雨大漏都吃多了 突然有一个如此无孤单的一个料理 其实他们是还蛮惊艳的 像我们的蔬果 我们的沙拉上面大概有10到20种的新鲜蔬果 都是从内围菜市场新鲜直送 然后每天早上我们都现场制作 然后汆烫 然后加上我们用非常好的橄榄油 一些佐料下去做一个我们特别的一个沙拉酱这样 这一款是番茄地瓜浓汤 那这个是蘑菇马铃薯浓汤 那这两款呢都是由一个非常知名的Vegan主厨 帮我们所研发的 番茄地瓜浓汤里面呢就是会有野奶 那因为我们是主打Vegan 所以是无奶无蛋 然后无肤质没有过敏源 甚至里面使用的橄榄油跟酱油都是无肤质的 我们搭配的米吐司呢是两款原味的白米吐司 然后跟两个坚果吐司 那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呢发现米吐司切成条状 它的受热面积会比较大 把它烤的酥酥脆脆的 这样子的米吐司沾汤的口感是最好的 我们的蔬菜上面可以看到有10到20种的蔬果 都是从附近的菜市场直接每天早上买来 然后当天制作 那下面可以看到的水跟蔬菜呢 都是从温室蔬菜新鲜的配送到这里 在这里吃到的东西都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然后你可以吃出我们的用心 真的对身体是比较没有负担的一个料理这样 主历人说明餐厅的客群稳固 且超过九成的客人都能扫盘吃光 极少会有浪费食材的问题 显示餐点并不是须有其表 这里从料理到环境 处处都可以看见用心 下次到内威艺术中心 不妨在艺术熏陶的氛围下 来一顿蔬食餐点享受慢活轻松的时光 据吴家卫里凡飞高雄采访报导